台灣的政權在更替的時候 我們鐵道迷或者關心台鐵、國家鐵路、高速鐵路都很少發聲音 我們只關切了總統換誰 我們也只關切行政院長接下來是誰 可是甚至也會關切交通部長是誰 但是接下來都沒了 從來沒有人會希望彈出我們自己的台鐵局長的候選是誰 那在過去好像這件事情簡直是不存在 或者就讓整個公務體制自己去輪 所以好像台鐵局長就永遠只能是那些人去輪 好那我們今天這樣的意義裡面其實有期待 透過一來大家都是公民應該一起來關切鐵路 是我們的鐵路不是政府的鐵路 第二件事情我們當然也重新認識這一條 在台灣這麼有歷史最有歷史的這個生鐵 台鐵路 台鐵 台鐵 那這樣的台鐵它有相當多的意義 那本來這件事情是想說 來講給親民黨團聽 不過親民黨團好像沒有派 有代表在這裡 沒有 那時代力量 據受會派人 我不知道你們在哪 但是我們只好也邀請一下 那個沒有當選的 他沒有當選的也不代表他永遠不會當選嘛 而且他跟民進黨還有時代力量也很好 那我一直在觀看那時候我是當給哪一黨 但是好像不是當給他 那個那時候的最後 18號 素黨 我沒有當給他沒關係啦 這個過去的種種已經產生了 以後有機會繼續來回報這一個叫做素黨 像我懂耶 好 當時候很厲害耶 那個 我記得有一個黨 特別提出來一下 那個是賽哥的 跟賽哥有關係的黨 你們知道哪一個黨嗎 和平哥啊 對對對 那個和平哥聯盟黨 這個我一看就知道 那個就是賽哥的 期待有一天 期待有一天 又有人出來組這個 台鐵黨 或者什麼鐵路黨 有沒有 那賽哥黨都在 都已經出來 機車黨都有 最好險 機車黨也有 你看 所以各位鐵路界的朋友愛好者 不能只是 像你一樣都講一講好語 結果你票都當給別人 以後耶 就收刮給自己 自己的黨自己救 以後自己的鐵路也要自己救 好 那所以我們就邀請到素黨的 潘漢森 來 他其實是學 國家都市發展 或者區域發展 他這幾年也相當關切 他不只是環保行動 那我們另外一個 可能還在遲到 應該是不會換我鴿子 因為我去幫他演講都遲到 我覺得他是 以牙還牙 這個也是我們鐵道界愛好者 也是後面有一個卡龍館的館長 那個 那個等一下還有一個講師是 糖鐵 還有面對捷運的問題 相當的厲害 就是 蔣耀賢 他今天跟高雄捷運 對抗過很久很久很久 然後還躲在樹上不下來 然後要抵抗這個 他自己有一套區域裡面 你認為什麼叫捷運 什麼叫輕便車 他有自己的一套 那這個剛好可以來對話 那當然最後 希望回來探索的是 台鐵這樣的議題 那等一下就會開始由 乃哥 我們徐乃毅醫師 也是中華民國鐵道文化協會的 前...前...前...的會長 不知道前幾次 還是前幾次的會長 那鐵路也是相當的專業 我想我們鐵道界的專業者很多 除了蘇兆序、洪志文以外 也不記得這個人 最在地 在嘉義守候已久 而且很少被好好的發現他 那他其實寫過很多 蠻批判型的文章 這個鐵道界敢直言 批判有見解有內容也不多 我們都叫他乃哥 以後你遇到他就叫乃哥 他會覺得很親切 徐乃毅醫師 那我期待的是透過他 來先講個半小時的做一個開場 也就是說讓各位 從他的照片裡面 這些照片都是他 這個...說... 等說去... 找很久... 找很久的... 待會你看就知道齁 那透過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要讓大家去理解一件事情 這個做為國鐵的台鐵 是一個相當具有文化景點 文化資產 文化的寶庫 包括智慧 這些所有智慧就是這些人力 人力除了我們知道有司機 檢票員、服務人員以外 不要忘記還有更厲害的養護功能 還有這個修復的所謂的公務、機務 這些機務人員 我自己齁...都覺得 相當他們是... 也算是堪稱的另外一個國寶 國家的資源 為日本時代一直承傳下來的技術 可是這個累積出來的重要技術 這幾年... 受到... 那個... 市市... 很多的市... 市務都一直在VOT 或者OT 以後啊... 有一天... 鐵軌也不會修... 不會換 因為... 就打給廠次啊 齁... 就學我們的台電這樣 有一天如果這樣 我覺得... 不一定好喔齁... 不一定好... 那... 還有一件事情 各位... 2月6號... 2月6號地震 各位... 你知道嗎... 我們的... 這個高鐵... 你好... 你好... 可以進來... 可以進來... 我們的高鐵... 既然加一段... 也壞掉喔... 所以這代表什麼... 地震跟... 高度... 建築... 是有一些... 關聯性... 那如果這樣的關聯性... 台鐵之所以還可以啊... 這個... 很... 激動性的來... 支援... 顯然它... 作為一個... 這個... 平面上的... 這樣的一個鐵路... 未來它的... 地位恐怕... 應該用國家... 國防... 還有整個國家的態度來談談... 所以... 這條鐵路... 的... 重要性就更厲害喔... 那... 用這樣的... 尺度來看它... 作為台鐵... 就應該... 應該有一個格局才是... 那... 可是... 為什麼我們今天... 大家講到台鐵... 不知道... 現在還有幾個有在坐... 你們... 對它有了解多少... 齁... 台鐵... 真的不免於... 雖然... 這個... 物點率... 已經... 連連... 每一年看起來有... 比較好了啦... 比較好了... 但是... 還是沒有... 還是沒有到... 讓人很滿意... 那這個... 沒有很滿意... 怎麼來跟高鐵競爭... 那高鐵... 作為國家的發展... 又是怎麼去... 在交通部裡面... 去做政治決定... 讓台鐵... 又理讓它... 所以... 我相信... 這... 我們的... 內閣的研究太多了... 所以... 尾巴的過程裡面... 半小時... 都勾不完... 但是... 我們先做一點... 拋磚引力料... 來產生... 激盪的話題來... 一起討論... 那希望... 齁... 數黨... 雖然沒有當選... 把它紀錄起來... 齁... 齁... 再回到台北... 齁... 它還是有國會的朋友... 那... 希望可以去... 這個... 鋪陳... 那... 當然也期待啊... 有一天... 速黨就變成... 鐵路黨也是可以的啦... 齁... 由它代言這樣齁... 所以... 這一場... 是一個很重要的開啟... 那我們希望... 透過這樣的討論... 可以讓各位今晚... 不單單對... 台鐵... 航鐵或者... 國家鐵路這樣的格局... 還有... 空間... 區域整合的... 等... 種種... 有一個... 全新的概念... 好... 啊... 我們這個時候... 我們就來... 請乃伊... 乃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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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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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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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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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來講... 當然... 台灣的交通... 我們大概可以來看... 一個是... 東部的... 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就是... 西部的... 湖... 那麼... 西部有所謂... 常磁的交通... 還有... 所謂的... 還有都市的交通,還有都市跟近郊的交通 其實大概都是全世界都差不多啦 那麼在西部來講,所謂的長途運輸 大概以後會有高鐵跟台鐵之間的競爭 那麼在都市的交通裡面,大概也有所謂台北跟捷運 這些之間的近合的關係 這些其實你在講的時候,你要考慮到整個國家的國土規劃,國家發展 所以基本上來講,在日本時代人,日本人來做的就是他們 他們是有這樣,這樣一套整套的規劃就去做 那麼後來我們這邊是隨便亂做啦 那我們今天可能會把重點就擺在所謂的高鐵跟台鐵之間的這些這種的關係 因為時間休閒,我每天都可以這樣說 那麼當然大家也知道,高鐵當然是速度比較快 但是呢,它就當初也不知道是怎麼整個 所以咧,就走到一些我們現在簡單的講就是 養不生蛋的地方 然後車站離自區很遠 所以就造成了某些不便 造成某些不便 那如果它當初規劃說是高鐵直接跟台鐵的車站 如果是夠夠的話 當然,可能局面完全不一樣 台鐵也就完全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的空間 它可能就真的完全完全只能所謂的捷運 但是因為兩個分開 所以台鐵又有它的一個存在的空間在 但是呢,台鐵也沒有好好去利用它的優勢 所以就變成兩個這樣 反正呢,一個半斤一個八糧 都沒有一起比爛 大概就是現在的局面 那麼當然這一次呢 過年前,因為大地震 結果隔鐵轉 回去 好,好,知道的,台鐵又換了 所以呢,又發揮了相當的作用 我一天,我本來要坐隔鐵去台北 結果呢,高鐵又亂七八糟 趕快,我要跑去 趕快,我要跑去 沒有動用什麼特權關係 然後就去 咦,還要有一個車票 坐台鐵,叩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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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叩 但是那天也就,有車子坐就很高興 也就,大概台鐵在這段時間它確實發揮了它的功效 而且我們可以發現,百年老的店它還是不錯 那高鐵咧,我就發現每次只要有這些事情一發生的時候 高鐵它的反應就是非常的慢 比起台鐵來就是慢很多 當然,有當時台鐵也是會不通嘛 但是它不通,它會很快的就可以讓你知道它不通了 高鐵的時候那天,外面一天是有通 又好像又不通,又要通 搞半年都搞不清楚到底什麼狀況 所以,你也發現,在這些方面來講 台鐵它的反應是比高鐵要快的 那,剛好也在這個時候 台鐵的普悠瑪也出來 然後它就趕快用普悠瑪跑那個快直達的車子 所以,其實我們發現這個也是 讓大家也見識到,台鐵其實它有它一個可以發展的地方 只是以前一直都沒有被重視而已 上下,要按下面 那,台鐵告它這時候普悠瑪也進來了 所以,剛好又遇到高鐵不通 所以,它就有來代替高鐵來行駛 而且,也有考這個北高的直達普悠瑪 但是,它這個速度咧 是比現在的智強號又快 當然,再說,現在的智強號是速度微小的 台北到高雄竟然差不多要5個小時 那,嘉義到高雄咧 一個小時,20幾分到30分 那,大家知不知道以前還沒有電氣化說 舉光耗從嘉義到高雄多久 40幾 60分到 也是一個小時20分鐘 所以,壓得過不久 那,就跟過去一樣 不太快 而且那時候還是用柴油火車頭拉著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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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一個小小時20分鐘就到了 所以,壓得不太快 所以,這當然 這是有原因啦 大家也知道什麼原因 那這個就是這個新的那個 他今年出來了 所以他這裡有寫 2016 最新的 最新的補充 他說他來試車 我在想說 找一個地方 而且又有表示 現實表示這個地方 所以就去找 在那個 在那邊用的協志高直壓 所以不是只是拍車子 我是覺得說你要拍就要拍一個地方 大家知道這是在哪裡 後來他那天有試兩班 後來 他試車就追追追 就快要追上正班的志強 志強後 當然他還是你讓志強後先走 他其實 前面這一班 他那天有兩班試車 這一班 是有把正班的志強後 把它扒掉 就超過 超過正班的志強後 跑到他前面 這個是試車 不需要 那在 這個是西寧 當然都是在西寧車站 那西寧這裡以前來的那個 這個叫浩智樓 其實這也是一個很值得 鐵道文化遺產 大家如果有那家 可以去看看 那一個鍋 還沒人在看 自由進行 不過裡面那個地板已經都 是有點危險 你走上去是一定要想吃的 好 對 嗯 好 那廟啊 終於可以好好拍一下 好 對 所以這個就看得清楚 好 這是哪裡 這個地方 這個就是在後避的 後避車站南邊 這個地方就剛好 我們那個電影卡諾 哦 卡諾有很多場景在這個地方拍的 有沒有 哦 在騎阿 騎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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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在那邊耕田 哦 水來啊 就是都是在這個地方拍的 然後後來呢 就又有那個泰魯格 泰魯格 所以 所以 就一些這些新的車子 當然啦 這些車它 還是 原則上是會去用到 東線 哦 那當然最近一直有在吵 一直有在講 就是 欸那我們 西部是不是可以來跑這個 這種快車 直達的 這種普悠馬 或者是泰魯格 但是東部人就又生氣了 又吵了 你應該是東部的 為什麼給你們西部用 啊我們東部的人都沒有 嘿 其實咧我覺得他們炒的 好像很有道理 可是其實他們忘記一件事情 花東線是 單線 所以咧它其實它現在韻量 它現在班次已經差不多滿了 事實上咧它能夠再 增加的班次 其實是非常有限 嘿 第二個 東部的問題是出在韻量不足 對那你這個 不管泰魯格好還是普悠馬 它一組都是只有八節 而且又不能夠 佔票 所以它事實上它的韻量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 車子有在跑 但是你能買不到車票 也是沒辦法 嘿 所以其實 其實你要有整體的觀念來看 哦 當然還有其他的細節 我在這裡就沒有辦法再講了 哦 事實上它是塞不進去那麼多班次 嘿 哦 包括就是 樹林到八堵之間 因為這一段 嘿 車班次太膩了 嘿 所以這個 你東線要加班車 其實 加不進去 哦 嘿 那花東線也是單線 所以這邊也是加不進去 所以 它的頭跟尾中間 都都沒有辦法 列車沒有辦法再增加 其實都有問題 哦 嘿 好 啊 那西部幹線 現在有一個新的 就是潮州機場 所以以前的火車都是開到高雄 或者是到屏東 那現在呢 就是 機場 就是修理火車 維修火車的地方 所以它現在 本來是在 高雄機場 現在還在 但是它 就要把它移到 潮州去了 那所以呢 整個 火車現在大概 西部的列車 都是一直 往南 就是開到潮州 然後 從潮州 起點 中 哪個的 我只要去 屏東 的 沒有關係 那 那 它有了這個以後 那現在 有一個問題 就是 因為 電氣化到潮州 潮州以南 是沒有電氣化 所以 曲間車 以前 曲間車是從 新左營一直開到 仿寮 現在 變成 大部分的區間車就是從 狗哥嘉義或 斗六一直開到潮州 對 然後 潮州到訪寮中間 譬如說像 南州林邊的話 就沒有 你要再 你要嗎 你就要從高雄 做那個 往南回線的 曲間號 至強號 如果你要做區間車 要到潮州以後 再換一次車 所以 變成這樣的地方 反而是 它 這樣子以後 它反而變成更加不方便 變成各家的不方便 可是 在這個不方便的時候 咧 我們發現 潮州以南的區間車 也變得 非常的 有趣 非常有趣 啊怎麼有趣 等一下大家看 那當然這個是 現在唯一 每天還有在行駛的 這個 我們講說 藍皮的普通車 就是在 南回線 那它 它本來就是 從仿寮開始 開到台東 所以這個是沒有影響 只是變成 你現在要去做這個普通車 變得很麻煩 很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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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所以它現在的區間車 就變成 用以前的 這種 柴油的至強號 只有三節在跑 所以他們也就是說 噢 區間車的票價 至強號的享受 然後 一天幾班 它差不多一個小時 會有一班 另外還有下午有幾班 就是變成以前的 父親要在搭 然後 兩邊都有 這樣子在跑 這一班也是 就是 父親 所以你就會看到 這樣子有趣的畫面 怎麼這邊也有火車頭 這邊也有 所以這個也是 這個時候 變得好像很好玩 可是你也就會發現 台鐵的運用上 就是有點 反正你也搞不清楚 它的 它的一個 原則是怎麼樣 所以它的區間車 在這邊 人很爽的地方 因為它用了很高級的車子 可是在我們這裡 南部的地方 人很多 對 它用很爛的 我們大家講烏鴉 EMU500 在跑 當然也有現在 新的EMU800 新的車子在跑 那個車子算是比較好的 但是那個車 它一直講說要代替舉光號 可是也沒有辦法代替舉光 為什麼 因為它的座椅 坐起來 就沒有那麼舒服 因為它 也沒辦法靠背 對不對 齁 然後都 有的座位向前 有的座位向後 所以你要坐 遠一點就不舒服 對 所以還是只能做區間車 嗯哼 好 那在潮州 齁 這裡 潮州 那這個就是 繼續往南的齁 平東線繼續往南 就這樣 這兩條線就要進到潮州機場 所以這剛好咧 就有三班車同時 這樣子 這兩個從機場出來 要到車站來 還有這樣子 對 這個下午大概1點鐘左右 1點 你在越採 越前面拍照 大概讓大家收到尾指 齁 那高鐵咧 高鐵最近一個新的變化 那就是增加了三個車站 啊大概就變成有所謂的 那種 非常慢的 非常慢的高鐵 出現 啊那個 原來呢 比如說這三個 什麼雲林彰化 苗栗 不停的車子咧 欸 就搞不懂為什麼 也變慢啊 就以前比如說 我記得以前 從台北每個小時 三十六分開的車到嘉義市 剛好就整點啊 比如說 八點三十六台北開的話 到嘉義市 十點 那現在就變成要十點零二才 我就不曉得為什麼慢了兩分鐘 它那個雲林也不停啊 苗栗也不停啊 苗栗也不停 彰化也不停啊 可是為什麼就慢兩分鐘 是不是過程 設計只要再慢速度 那他以前還沒有 那三個再沒有用 他一樣要經過那個轉速器 那轉速器本來就存在啊 哦 對不對 第二個 也沒有差那麼一下子啊 那個高鐵紅的之後 大概他現在跑的速度 大概都250幾 就可以準點 啊如果你真的要趕的話 把他趕到300 他就 又趕過來了 就不知道為什麼速度變 那當然高鐵最大的問題就是 距離市區很遠 啊我們這裡嘉義有BRT沒有錯 可是大家也做了也知道 因為第一個 你要在那邊車站等很久 像現在這種天氣 我躲在高鐵站 然後我在線路可以 有關心細節 然後車子來了 不一定有位子坐 因為很多那些 那個部職的學生 他已經給你坐滿了 然後你來到那個 又沒有位子坐 對 然後呢現在那個 台灣很多那個 現在旁邊跑出那些新的車廠 對不對 停一天 五塊八十塊 對 所以就 把屁股提供得了 對 那 大概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票價 因為高鐵是 我們嘉義到台北一千零八十 那自強號才五百九十八 所以 事實上票價是很貴 那所以如果自強號夠快的話 那這個就 孰優孰劣就不知道了 對不對 大家就可以好好去算了 因為我們現在這樣子算的話 台北到嘉義 快的話 一個半小時 一個小時二十幾分 對 一個半小時 啊慢一點的那個 戰戰熱的話 一個小時四十幾分鐘 對 一個小時四十幾分鐘 五十幾分鐘 啊你再加上 如果再等DRT 再進到最快 兩個半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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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自強號從台北到嘉義 第三個小時的話 嗯嗯 對不對 這個要怎麼寫 對 那高鐵我忘了啦 我本來想要放那個新的 雲林站的照片 結果就 就專門去寫 因為昨天晚上臨時趕工 對 現在老朋友 對 幸福 對 對 啊這個就 大家常常講的 高鐵 四季交會 哦 嘿 結果發現其實機會還蠻大的 嗯 那 現在的時間的話 差不多 高鐵是 差不多 每個小時二十分有一班 哦 北上的 然後二十五、二十七分左右 一班 南下的 然後 雲林的話 一半 那每個小時三十分 就是雲林在開著 所以如果你這個在二十幾分到三十分左右 嗯 就會遇到這個敲叉 啊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欸那個也是在那個四季交叉 那 那天高 天氣很好 對 就 禮拜六 上 二月十三號 好 嘿 嘿 好 那所以 台鐵的困境 哈 這上台鐵旅客人數 人數是有在增加 他以前 去年 應該說前年 前年的話 一天大概四十五萬人次 去年的話變六十五萬人次 所以 旅客人數增加非常多 增加了一半 差不多一半 將近二分之一 可是 工作人員是減少 工作人員減少 旅客要增加 所以 相對 他的工時是要增加的 可是還有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是 收益是減少的 那旅客人數是增加 可是 收益是減少 這個是很奇怪的事情 對不對 為什麼 增加 因為增加的 都是 短程旅客 那這些人拿游游卡 就 逼 去收收 對不對 增加的都是那個 然後 票價是收的 是變得比較低 所以 等於是 這些員工 很努力的工作 然後做白工 所以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這是 台鐵的困境 好 那我們很簡單的講 我們這個是 我用自強號的票價 如果台北到桃園 是六十幾塊錢 來當作一的話 在新竹就是2.6 台中是5.7 高雄是12.7 那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我賣一張 台北到高雄的票 等於 台北到桃園 是 要賣12.7張票 那 所以意思就是 如果有十個旅客的話 台北到高雄有十個旅客 他的收入 就等於有 一百二十七個 台北到桃園的旅客 的人數 那你當然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假設只有十個人做的時候 這一節車廂 大概自強號 一節車廂都可以做52個人 人人人吧 康康康康 那一百二十七個的話 是篩爆 對不對 可是這一百二十幾個篩爆了 才等於這個十個的收入 所以這就是他的問題的損在 所以我們現在問題也就是這樣 因為很多那些短程的旅客 尤其很多外勞啊什麼 他來做 所以你就會變得很不舒服 那很不舒服 大家就不做了 所以這十個北高的他就不做了 他就跑去做高鐵 所以你現在都是增加了 所以變成都是這種短程的旅客在做 所以從這樣的話 你也可以看出來 當然是要長途旅客 其實任何的交通工具 運輸都是一樣 就是你長途旅客越多 他的收入是越好的 除非你這個短程要非常非常的多 要像是捷運那樣子多的時候 才有輔助 但是呢 當然對台鐵來講 那是一個他的宿命 他也必須照顧這個短程的旅客 那你這個要做 你又要怎麼樣去拉這個 所以你一定要讓不同的旅客 要來搭不同的列車 你只要讓大家都去 跑去做自強號 那這就 注定是失敗 所以一定要想辦法把它 拉分開 所以這裡面你就會發現 所以七間車是很重要的 你要怎麼樣 這個短程的旅客 就來做這個區間車 然後不要跑去做 所以七間車裡面還有包括 應該要有所謂區間快車 區間快車 當然是有啦 班次也很少 而且大家如果去翻實課表 你會發現 七間快車 還比七間車還慢 那嘉義有一班吧 下午1點14班的七間快車 然後後面有一班 1點半的七間車 你去看這兩班車 哪一班比較快 所以他整個 整個那個就是 他沒有一套整套的一個思考 一個想法 怎麼樣去弄這些 當然包括你如果區間快做得好 就可以取代矽光套 可是你區間快要 除了那個 你那個座位就要 像大概要比較接近 至少要像 以前復星號那樣的座位 打開這個來梳理 他才會願意去做那樣的車 要不然大家還是要來幾次強套 所以這就是 他的這個問題的損在 所以這個就像這個區間車 你看 現在你知道哪一個是區間車 哪一個是自強套 不知道 不知道啦 光這樣看就看不出來 那當然這個是區間車 這個就是在屏東線的那個區間車 他可以用這麼好的車子來跑區間車 對 那我們現在大部分我們看到就是這個 我想說 微笑號 對 他有一個微笑的人 這個車性能是很好 他可以速度也可以很快 他問題就是在影片的座位 不適合長途來做 對 所以他也有 他還有 這外觀在塗成什麼樣 其實也很重要 還是內 內部那個也要夠舒適 對 大家有去看花海嗎 這在那個 就是 大陵跟民修之間 那個路橋下面 這也有花海 好 好 好 所以 台鐵跟高鐵之間 他兩個又聯合又競爭 又聯合又競爭 不過 高鐵他有一個最大的優勢 就是他運輸量很大 因為台鐵你要自強號的話 我們說12階的自強號 一列車自強號大概 座位大概500多多 六百左右 那高鐵的話有900多 那高鐵一個小時 光 我們說這種 會停嘉義的就有兩班 那台鐵的話自強號 平均一個小時才一班 所以 就運輸量來講 是 還差很多 那高鐵還有所謂的 直達車類型 直達型的 所以就算台鐵 他全部都載滿的話 其實他還是沒有辦法 完全取代高鐵 只是如果台鐵的旅客 夠多的時候 當然是對高鐵是會有影響 但是他沒有辦法 完全取代高鐵 才不要這樣 可是 所以他們兩個又聯合又競爭 所以 如果台鐵夠強 高鐵就會進步 如果台鐵放那麼多 高鐵也是對在放那麼多 然後兩個就一起擺爛 這樣子 對 所以其實最好是 他也 他也好的話 高鐵就會跟進去 為進步 好 簡單來跟大家說到這裡 待會兒我們大家 一起來 來分享討論 可能有些 有些地方 我沒有辦法講得很清楚 或很仔細 或者等一下大家覺得 我有 沒有講的 再歡迎大家提出來 謝謝 好 那 說幾個問題吧 你告訴我 有什麼問題嗎 怕你不記得 沒有 有 因為自己的畫 畫面 想要分用 你不要啊 你還老 你都知道 還有嗎 還有嗎 沒有 我們就要來聽 空間 正在 有 雖然沒有 招牌聲 今天可以代表做筆記 回到台北 看我們有機會說 看看 待會兒還有一個 享用的 在高雄拼 現在 老公也沒有吃拼 等著吃 晚餐 這個時間一定 來到要八點 你都知道 社會運動這位置 吃飯都慢 一點拼 好 等著我問一個問題 好 我讓你問一下 哪個 這段 的運 會等我 付出 北高 的運 北高 的運 是十足 八十公里 喔 這段 你不要說 我幫你翻譯 他們的問題 我有意思 他在說 機場捷運 怎麼會輸 北高的捷運 北高的捷運 這個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好早 好早 這個來行 機場捷運 我怎麼會 你拿去坐 好 來來來 這個時候 這裡有三個位 你坐這個比較滾 這樣 我們待會兒 要寫這個 這是許醫師 好 來來來 這裡 我想這樣說 我不是鐵道民 但是 其實台灣 只要是城鄉移民的 都對鐵路很有感情 我是台南人 其實 以往 我們的主要的城際交通 大概都是鐵路 所以 我們出一個城 進一個城都是鐵路是主要的門戶 可能大隊 台北比較不熟悉 以往 進台北 你的門戶 如果是國外進來 就是松山機場 還沒有桃園機場之前 那 不管是中南部 或者是 東部的 到台北一定從火候站出來 那 可是現在 台北市現在有2050願景計畫 它要做 北區的門戶 東區的門戶 西區的門戶 只有西區門戶是原來的台北車站 其他都不一樣 就整個空間結構已經在改變 那這個改變其實是 我們 你大家想一下 可能年紀稍微像我這個年紀以上 我四十幾歲 你回想一下 我們小時候的 主要 遠距離的運輸 一定是鐵路 可是現在遠距離 全部是汽車為主 高鐵其實都還不是主要的 那 這個 這個轉變的問題呢 就在於 在於說 現在的檔都是 汽車檔 他們都是汽車檔 都開車的 或是鼓勵開車的 汽油檔 那 我們 我從這個開始破題來講 就是說 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現在的人 你找比較年輕世代的人 他對鐵路的感情就開始往下掉 那如果汽車檔再一直蓬勃發展下去 鐵道明就全部被打死 那這個打死 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不是跟鐵道明有沒有關係 而是整個國家 會有越來越多的問題 會有越來越多的問題 像 剛剛講說那個 地震之後 高鐵斷掉 斷掉那個時候 剛好是很多人要返鄉的時候 我哥哥 我早一天回來 所以我在台南 被搖到 搖到行果 我哥哥是地震之後要回來 吃辣了 他完全沒辦法回來 因為高鐵的運量 本來預期要做高鐵的 鐵路也沒位置了 就擠到客運 然後客運整個 就 因為本來就已經 運能不夠了 然後又變得雪上加鬆 那這整個問題 我就要跟那個 南義兄 來 討論第一個問題 第一個提出來的問題 就是說 當初為什麼高鐵會這樣蓋 我是一個 現在是一個政治專業工作者 但是我在 十年前我是金融業的 那 我那時候雖然是在賺錢為主 但是因為我大學時代就參加學生運動 所以我一直都很關心公共政策 所以我 很清楚那一段高鐵的公共政策的決策過程 跟 因為我 我承操所也是學這種 空間規劃 我們大家回去想一下 那個時候的論戰是什麼 那時候的論戰是 要重新拉一條新的高鐵 還是把台鐵提速 然後兩邊各花多少錢 正常的腦袋都會想 那就台鐵提速計畫就好 可是為什麼國家會決策是拉一條新的高鐵 而這樣一個浪費錢的計畫 為什麼所有人會鼓掌就好 利益 利益我們不會每個人都分到利益啊 開發主義 開發主義是 越來越接近我要講的答案 王記長 就是說 利益很多人直覺講利益嘛 可是大部分沒有利益啊 所以有利益的人他會去推高鐵 但是他要什麼說服大家 城鄉發展 發展 開發 這個都還是第二層的 有一層他沒有講出來的 但是整天廣告都在做到現在都還在講 包括捷運為什麼把台鐵打掉了 就是我們要做一個進步的國家 高鐵是一個神話 捷運也是一個神話 我講台北的歷史 台北有一條很有名的鐵路叫淡水線 我後來就覺得淡水線到底在幹嘛 我去的時候 我去台北念書的時候很衰 我是一個 我是19 1989年 去台北 念大一 不只拆淡水線 所有台北捷運 大概從那個時候開始 一條一條一條動工 然後我在台北念書八年 我八年去當兵 就一條一條完工完工完工 所以台北的那個黑暗旗我幹嘛都在念書 那條淡水捷運 他把它拆掉以後 不是他是把淡水鐵道拆掉 然後重新蓋一條捷運 那我們幹嘛要這樣做 就把淡水線 好你說什麼不方便 那就把它捷運化 現在我們用工捷運化 他那個有很多評價到 那把他高價化 或是怎麼樣怎麼樣 那種好像出力也行 那為什麼要重新把它幹掉 然後把這個地交給台北捷運 我們為什麼現在台鐵 去用重康 然後全部都送給高鐵 就是因為我們要進步 我們變成進步的國家 進步的國家有高鐵有捷運 台灣沒有 所以我們要做 這是最根本的原因 最根本的一個意識形態上面的霸權 然後這個霸權對誰有好處 就是他在做開發做工程的 開發做工程的 都還只是正常利潤 我說正常利潤 是指說我們想經濟學上的 就是說 它是真的有什麼好處 我說好處不是負面的好處 他說 他真的帶來這個社會有一些效益 然後他因為做這個工程 所以他會賺到一些錢 這叫正常利潤 超額利潤就是你用了一些 這是經濟學上的 就是說你在一個市場變動的時候 你賺到超額利潤 正常利潤就是完全競爭市場 當然高鐵的建造過程 並不是完全競爭市場 包括現在捷運都不是 台灣不是一個正常的民主國家 那這個高鐵或是捷運 因為我們是環保團體 我們都會接觸很多 我們都到處擋人財路 那擋人財路 我們當然 比如說我們擋國光石化打的鼓掌架 我們擋捷運的時候 我們都被破口大罵 我們在台北擋幾條捷運的時候 那個是很可怕的 假如辦說明會 大概這邊的五倍的人數 十倍的人數 只有我一個人講說 我們覺得台北市中心的捷運到此為止 那為什麼我們反對捷運 我們反對捷運 我們去找那個資料的時候就發現 不管是高鐵 不管是捷運 它都不是要做運輸 知道嗎 做什麼都沒有超額利潤 房地產 對 就是為了搞房地產 那我就舉捷運的例子 因為我記得高鐵沒有做還品 捷運 每一條都要做還品 那我們擋的那幾條捷運 我就翻翻翻 就剛好被我抓到 他的財務分析 都是虧錢 如果今天讓我當 唯有卡董事長 我絕對賺錢的 不要說唯有卡董事長 我當台北捷運公司絕對賺錢的 為什麼高層捷運沒有辦法賺錢 他們都跟你說什麼運量不足 高雄不做捷運 真正的原因是 台北捷運跟高雄捷運的蓋法不一樣 台北捷運是拿你們的錢 下去蓋的 蓋了以後 我蓋一條捷運 用政府的預算蓋一條捷運 蓋好後送給 台北捷運公司去營運 我們今天誰去當董事長不會賺錢 台北捷運 你要做一個生意 最貴的就是地豬 你要營運一條鐵路 軌道 最貴的就是那個基本設施 好玩耶 為什麼政府要花錢賠錢去蓋捷運 還到處大家土長叫好 因為草地皮 草地皮我們講講講就好了 講的大家會罵 可是你有沒有看到團品 我們在環品的時候反對 在環保署反對這些捷運 我們講出來 我們講那個他都不知道怎麼反駁 因為他明明白白寫說 他主要是靠房地產的價格增高 而使得財務平衡 高鐵呢 高鐵沒有做環品 但是我想也是一樣 那 我們 我們 跟其他國家的環保政黨又在交流 那 澳洲的環保政黨就問我們說 高鐵的事情問很多 就一直去思考高鐵的事情 然後我跟他討論的結果是 如果回到 當初那個情境 我們就應該要反對高鐵設定 我們應該把一樣的錢 我們應該把一樣的錢 不是一樣的錢 比較少的錢 就拿來做台鐵的提速計畫 那 這個 還有當時還有論戰還有一個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 這也牽涉到目前台鐵的經營的問題 就是說 台鐵 當時被扁得很低 但我們現在看還是覺得不夠滿意 但是跟高鐵比起來 好像又覺得台鐵至少反應還快一點 面對市場的反應 為什麼會這樣 可是當時不是這樣講 當時要蓋高鐵的時候說 台鐵因為是國營的 國營還沒有效率 所以我們要用BOT 要高鐵雖然蓋是政府蓋 不是政府蓋 雖然是私人蓋 然後私人蓋了之後他私人營運 然後等到他幾十年之後 再把整條高鐵送給國家 還給國家 我們有一個開發權嘛 BOT 所以說因為高鐵是私有的 會比較有效率 台鐵是國營的 很沒有效率 這也是一種意識形態 因為我們以前 我們以前在戒嚴時代 戒嚴時代的經濟是 是那種經濟 是壟斷式的經濟 所以我們都覺得 國營的東西真的很沒有效率 我們都一直看到很多 很沒有效率的國營企業 所以當時台鐵 大家說他不好 所以我們要拿高鐵來跟他競爭 然後讓台鐵變好 然後高鐵要私有的跟國營的競爭 然後當時我們反對高鐵的也有人提說 我們台鐵也要把它體質改造 因為那是我們的錢 那種鐵路 他說不可能改的 因為台鐵是一個官僚 奇怪了 哪有這種事 所以 我今天講的是說 其實這些意識形態的問題 有一句話 我們在談公共政策常常講 比如說我們比較關心環保問題 環保政策 我們會發現環保政策的問題 不是在環保署 是在經濟部跟交通部 好 那教育的問題也發現 不是在教育 不是在教育 當然教育卷很多千瘡百孔的問題 但是 教改最難改的是家長 有了